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 你好,我是宅女小红 今天主题是 以为只是糖果 一吃竟然染上毒瘾 新兴毒品 家长应该怎么防 那人这辈子呢 有些瘾头真的是碰不得的 那我个人觉得呢 比如说像赌博啊 毒啊或者是酒这一类的东西 只要一旦沾上 哦还有一个手机游戏 这到底可以问我老公 这个瘾头到底要怎么解 总之呢 这种瘾头一旦沾上 这辈子就非常的难逃脱呢 那可是有一些其实只是 让别人看了讨厌 比如说他一直打手机 可是呢染上某些瘾 其实是连性命都可能造成威胁的 那以前呢 我会觉得毒品这件事情 可能是当你的小孩子 长成青少年 可能跟你比较有关 可是这几年呢 我开始注意到新闻 会有毒品入侵小学校园 这种事情 而且据说他会变成 五颜六色的小熊软糖啊 或者是像咖啡粉 最可怕的 我听过的是还说像毒油票 工程师你有听过毒油票吗 为什么 做成像油票 他说 因为要舔一下 你帮我舔一下 然后我要记性 然后就上瘾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可怕 小孩子在也 现在小孩子 再也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 现在小孩子怎么知道 舔油票是怎么回事 少来了 是啦 我们还没有请来宾出来 我们就自己杠上了 何必呢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专家 过敏才来聊聊 如何预防毒品侵害孩子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台北势力联合医院 昆明防治中心主任 主任 陈亮宇医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亮宇医师 接下来呢 就是呢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酒饮 还有非常大的3C影头的工程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工程师 你知道昆明防治中心吗 在万华吗 对在万华 没有 可是我要 我想说的是像我们以前 约在那个西门町的时候 都会约在性病防治所 你有跟人家约在性病防治所吗 我不会讲说约在性病防治所 太奇怪了吧 可是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地标 你要跟妹子说 我们约在性病防治所 这样子吗 我跟朋友都会约在性病防治所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 那个建筑物和地标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昆明防治中心 是不是 我们是日据时代的这个万华 当时的一些所谓工厂啊等等的一些守护神 然后一路演变到后来是性病防治所 然后后来变成昆明防治中心 那我们现在主则台北市的毒品防治 艾滋防治 性病防治等等 所以我们其实是处理整个台北市的一个事物 所以防治类的几乎都在那边 对就在你们看到那一栋非常显眼的这个大楼 那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彩虹旗帜 上面还有一个代表艾滋的红丝带 那个就是昆明防治中心 哦 所以毒影之类的事情也是可以找那边 没有错 那因为我们根据施药署 2021年度的药物滥用案件即检验统计资料统计 他说呢 虽然说20到29岁青少年新毒人数最多 不过呢 未满18岁的很小的也有 那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例也逐渐上升中 像我儿子是国小生嘛 那我就发现他们会 学校会叫他们看一些影片 然后其实是有些反毒的影片 我还蛮震惊的 因为我以前我是真的觉得说 毒品这件事情跟小学生是很难划上等号的 是不是 可是所以医生你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是医生你接触过最小的案例是几岁 对我接触最小的案例是10岁 那我自己发表的一些学术文章 当然是依据我们病人的发表 蛮多的那个年纪都掉在14到26岁 特别是新兴毒品这一块 所以的确是年轻化的趋势 是怎么发现的啊 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自己是个医师嘛 所以如果他们被抓到 大家就不会来我这边 可是如果说他们用出问题 就会到我这边 因为我毕竟就是个医师 所以用出什么成瘾啊 用出身体问题啊 送去急诊啊 急诊科医师跟我说啊 这个孩子需要帮忙 需要救治啊 那就会转来我们的门诊 那所以的确新兴毒品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大概知道 有哪些种类 我们待会会提吗 我们到后可以医生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还是现在你就告诉大家有什么 大家以前想到毒品 就自己我成长的那一代 大家就想到什么针头啊 旁边一堆结晶体啊 看了就吓得要死 所以基本上 安非他命啊 对安非他命啊 海洛因啊 对海洛因啊 用鼻子吸的是什么 用鼻子吸的 目前就是像安非他命嘛 像那个当年那部有名的电影 少年的安啊 就是那种水车 然后整个电影都有拍出来 那那种形态的毒品 大概一般中产阶级的孩子 那或者是说年纪比较轻的小孩 他看到就吓死 不会碰 那像新兴毒品的样子 其实还蛮吸引人 蛮可爱的 他看起来就像一般 譬如说三合一咖啡包 但是他会印上 Hello Kitty跟海贼王 然后跟什么迷勒子 就是这种各式各样的 那他们会跟小朋友 或者是青少年说 这个喝了以后比较好睡 或者是说喝了以后 你上课会比较有精神 小孩会有失眠问题吗 还会说比较好睡 然后吸引他 其实会哦 其实尤其青少年 孩子不一定 但是青少年的确 如同大家最近很热门的话题 说青少年自杀议题啊 青少年忧郁问题啊 那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说 如果我们有个像咖啡包的东西 上面印的Hello Kitty 跟二十几年前那种针头旁边是结晶体 那当然是差很多 所以对于年轻朋友来讲 他们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怕 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价格也便宜很多 对啊 我也想过 毒品不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吗 为什么大家要便宜化 然后给小孩子呢 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毒销那边的市场策略就正确嘛 因为我们弃毒有成 我们在海洛因安非他命 其实政府都大力的弃毒 那这些毒销如果要活下去的话 他们就要发展别的策略 他们别的策略就是混了一大堆 安非他命 K他命啊 还有一些新兴毒品 混进这个咖啡包里面 混了几百包 然后呢一包只要卖你200块 250块 那很多人付得起 上面印了各种最新的这个图案 我记得海贼王是我刚出道的时候 十几年前的那个咖啡包的样子 现在都是印什么米勒子 这些最新的一些流行的卡通 然后去吸引一些校园里头 比较边陲的 比较被忽视的孩子 所以我自己看到了很多青少年药营 甚至是我刚讲十岁的 小学三年级的这些小朋友 如果碰到的话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故事 工程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有点震惊 对因为难道你没有看到 我们小孩的那个 学校给的宣导短片吗 有啊有啊 是一个头上有疤的猫头鹰 混入学校 然后给看起来乖巧的猫头鹰 吃糖果 然后他们就染上毒 然后我那时候 我其实我很认真思考过为什么 因为我在我儿子进入小学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是念市区的公立小学 那时候就有一个人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是做那个电视节目的 他说他们以前做过专题报道 他说市中心的公立小学 是最容易吸引 就是毒品入侵校园的大宗的目标 会是市中心的公立小学 可是小朋友没有钱啊 对可是他就说 可是他有提供各式各样的支付方式吗 他说你可以刷悠悠卡 没有可是他意思是说 其实市中心的公立小学相当于 因为私立小学相当比较封闭 然后公立小学呢 又在市中心 可能父母是有点能力的 但他没有什么时间去管小孩 所以呢他可能会给小孩零用钱 让他去负责他自己的三餐 或是什么的 所以他就说这一类的小孩 最容易身上有钱 然后会成为那个 那个药头的目标 是这样子吗医生 我觉得某个部分 蛮符合我观察到的现象 因为的确私立小学 甚至说什么美国学校 欧洲学校 或者是这种一体成型的私立小学 要这样不太容易 但是公立小学 其实资源相对私立小学 老师还是比较辛苦嘛 一个人要雇很多班 很多同学 然后很多这个行政事务 那当然孩子 尤其是比较边陲的孩子 却得到资源会比较少 那如果说他在很失落的时候 人家拿一包跟他说 这个你喝喝看 你心情会比较好 然后样子又很可爱 通常前面几包都是免费 一定不会说立刻叫你 套出250块嘛 然后之后就卖给你这样 等到这个你有需求的时候 他会再拜托你说 那你要不要帮他送货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大概我们听到的故事 比较多是这样子 还好最后还会成为一个要头 对 他们通常是小蜜蜂 然后也没赚什么钱 他们就只是来抵说 他一旦上瘾的话 他那个毒品咖啡包 可以免费取得 用这样子来控制这些 比较年轻的孩子 好可怕哦 所以因为刚刚医生 一直讨论到 一直有讲到说 比如说是边陲的孩子 就是稍微是家里 比较没有时间 照顾他的小孩 对 我其实门诊 有个印象蛮深刻的故事 就是一个桃园的工人 爸妈都是工人 到我门诊的时候 就身上会有灰尘啊 然后爸爸的那个牛仔裤上 会有白色的油漆这种 然后他的孩子就是 十三四岁 然后到我门诊 我说你用什么啊 他就老实讲啊 跳跳白熊 我说啊 是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连我都不知道 跳跳就是跳跳糖 我们小时候都吃过跳跳糖 我听过跳跳糖 对那后来被我们检验出来 跳跳糖里面是卡西桶 是新兴毒品 白熊是什么 是什么 对对对 安菲他命 我也不晓得他后来变成一个 可爱白熊的样子 这个都是我的病人告诉我的 那我说 那我说我帮你送到台大法医所化验 因为我在台大法医 跟台大工会教书嘛 我身边的教授 那我说那我帮你化验 那化验出来是这个 那我就看到父母 父母就很绝望说 他们都很拼命赚钱 每天坐到晚上八点多 回到家 连小孩 作业也没有 没有办法盯 对 但是他们很有诚意 要带他从桃园来台北治疗 我说好 那我协助你们 可是后续协助的过程 我发现 哇 这父母真的自顾不暇 那门诊也不可能 为了他们开夜诊 是 那他们就要请假 带他来等等等等 那小孩当然 后来就需要很多 所谓社会安全网的介入 所以我才会说 是边陲的孩子 就是说我其实是看到 你说父母不爱孩子吗 或不愿意多给孩子一些时间 当然愿意 可是他工时就是这么长 钱就是这么少 所以他们获得的资源 跟一般中产阶级 像我有一个女病人 她现在很好 靠上了大学 还当了系学会长 很开心的回来跟我讲 她也是用咖啡包 可是你知道她爸爸做了什么吗 她爸爸是检察官 并不是说 她爸爸立刻知道说 这个要治疗 立刻带来 然后就直接找主任 然后她妈妈是资讯公司的中介主管 就是没有控管孩子 像我说的那种 对 但是他们有钱 有资源 有知识 他们一发现 就是带来找主任 每周回诊 排除一切万难 把读引戒掉 然后让他考上大学 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那个资源的落差 还是 我还是看到 同样都是咖啡包 那一个从桃源来的 整个牛仔裤 都是有期的工人父母 跟这种中产阶级以上的 很多社会资源的父母 他们能够给孩子 后续的路还是很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 有的治疗 比如说她有引头 但是有的治疗 因为感觉上 她会200块 250这样卖 其实她分量 并不是很浓 唇香 没有错 所以她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让你上瘾到很难戒掉 你怎么那么有概念 没有错 我很怕 其实我在看这个新闻 我是认真有在研究 因为身为妈妈 就会担心莫名其妙的事情 可是我看到一个最可怕的就是 我觉得不是说 上瘾戒掉的问题 是她有的 她就随便 反正她就要骗你买一两次 她很伤害身体 是真的会有人吃到死掉 对 我有病人人生第一次吃 真的人生第一次吃 就从酒楼跳下来 就是我们开头 一开始讲的独邮票 而且这个是 这不是没人管的孩子 他是住在台北市最好的区 家境不错 然后他就有一群朋友 从网路上网购一堆奇奇怪怪的 新奇可爱的糖果 毒油票 咖啡包 然后就一大堆人在其中考后 跑到他家去聚会 然后呢 他人生第一次用 就是毒油票 就产生幻觉吗 对啊 就没用过嘛 他就是没有用过 所以他身体的反应会很大 那毒油票是我们所说的LSD 他是会有幻觉的 然后会出现影片 然后觉得他会飞 他住在热门市区 地价最贵的地方的大楼 他就飞下去 就跳下去 那后来这个孩子 我们有救回来 但是过程让我有点惊吓 是他人生第一次 所以他还没有上瘾 他就出事了 可是为什么可以在网路上买啊 那我们要怎么禁止这些事情 他们的这个网路 事实上都是非法的 非法的这个管道啦 绝对不是大家熟知的 这几个常用的通路啦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可以上网路去买 其实那个如果发现 就可以检举啊 问题是他们的那个整个通路 都是一般人不会发现的 然后他们一旦被检举 他们就会再建立另外一个网路 通常都是这样子 好可怕喔 所以我要题外话说一件事喔 因为我最近要搬家 工程师买了一个很贵的网路设备 让我非常不爽 他说可是你这样可以监看 孩子上什么网路 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蛮有必要的 诶我看过一个影片喔 他他在讨论上瘾这件事情 然后他的 这是国外的一个研究 他们发现其实是 心理状态的问题 对 就是说你会对那东西上瘾 当然那个东西有上瘾的那个特性 可是是因为你心里面很需要它 就像有人说 安眠药的上瘾 其实是心里面 你躺下十分钟 突然就觉得我好需要它喔 我是不是睡不着 我很需要它 是这样吗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就是说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上瘾事实上是需要连结 当然一个人一直处在一个 很孤立的状态 他有时候就会寻求这种物质 给他很快的快感 或者是连结感 或放松感 或解离感 whatsoever 看他用的是哪一种东西 那但是当然他有些基础 就是说他大脑 还是有些实质的改变 所以绝对会有 是不是心理上的上瘾 是他真的会有身体需要 那些毒品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研究 我们把这群号称心理上瘾的人 跑去做什么核磁共振 去看他大脑 他大脑会有一圈亮亮的东西 就跟他之前不一样 简单的说是这样 所以说双管齐下啦 生理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 我们都要一起努力 可是那现在网路上买得到 然后无法可管 有些真的是有可爱的包装 我们又不能常盯的孩子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通常我会跟比较焦虑的父母说 其实应该是去了解孩子的生活 而不是像问案一样去看他说 他最近有没有用毒品 其实了解孩子生活 你有吸毒吗 对或者是说 你那么多钱去做什么 就算他不用毒品 他做别的事 你也是要很担心 所以应该是说 你要去了解孩子的生活 通常父母如果有了解孩子的生活 跟孩子建立关系的话 这些孩子大概不太会处事 可是他们离开家里 他们会有超过 比方说可能有八个小时 是在父母的眼皮里下 而且你看比方说 假设这个人有上瘾 这个小朋友有上瘾 然后他被盗也好 或是被医治也好 可是他在学校里面 还是有那个人际关系在啊 那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啊 对对对 我的了解孩子生活意思就是 譬如说你带孩子下课的时候 他会不会在车上跟你讲说 爸我今天同学怎么样怎么样 我发现他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样不好什么什么 通常有这种对话的家庭 他比较不会瞒着你说 他其实已经在吸毒 而且还在卖毒 而且搞到上瘾 然后你都不知道 我临床上看到这样的家庭 会有这样的孩子的非常少 通常都是说父母非常忙于工作 不管是很有钱 把丢钱给他 不管他 还是说真的是很辛苦 很弱势的家庭 不管 通常都没有什么连结 那孩子会在校园找连结 那通常这些比较边陲的孩子 就会是那些要头的目标 我不是只有给你咖啡包 我照你 我在学校你被欺负找我 你下了课 家回不了 先来我家做做 我家有热的汤 热的饭 大哥照你 那样子的连结 才是让他反复回去找这群人的 很重要的 我临床上看到的故事 他觉得温暖 温暖 这个词很好 因为家里可能比较不跟他讲话 这就是我很在意 就是全家一定晚上一起吃饭 然后开始聊天 然后我老公会不想要跟你下聊天 我就会说你一定要 就大家一定要跟 而且我会在意毒品这件事情 是我跟我们共同的朋友隔壁张太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聊这件事 我们就说好可怕 最后张太的结论是 像我们这样穷担心的父母 其实比较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没有错 对他说其实你有在担心 你有在在意小孩的生活 其实相对小孩比较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其实我做蛮多场演讲的 然后很多家长问我这个问题 发生台北市教育局 其实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讲说 像你们用这样子诚挚的眼神看着我 非常焦虑问我这种问题 通常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通常都是连演讲都来都不来 都不知道小孩在干嘛的 才该问这个问题 可是他们遇不到我 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样从小孩子的行为 举止中发现有问题呢 他染上毒瘾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感觉吗 因为看起来他不是像我们以前 电影上那个会发抖啊 卷曲啊 发冷那种感觉 对发抖卷曲 那是标准海洛因阶段的时候 有两个很核心的 一个是作息剧烈变化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说 青少年开始喜欢熬夜什么的 可是他开始昼夜颠倒 爬不起来 一会睡很多 一会睡很少 精神兜手 这个常常暗示着说 他可能用了什么兴奋剂 然后兴奋剂退了之后又狂睡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去用 才会有这种非常人的这个作息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个就是说 金钱的花费异常的大 因为一开始免费都是这个药头的伎粮 他最后一定会要他付钱 这才是他的目的 那如果付不了钱 当然就必须去说 做我刚刚说的小蜜蜂嘛 帮他们带货 做一些更违法的事情 那所以如果说这个孩子还付得起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说他会开始找借口 说我要去补习 妈妈我要五千块 妈妈就说你又补什么呢 五千块这么多 各式各样的借口 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去补习 我现在讲的都是真人真事 那如果真的发现了 他真的小孩已经有在吸毒了 有印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去哪里 去昆明防治中心吗 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处理全台北市 那我们台北市事实上 有9家药饮防治机构 那基本上我们会协助这些孩子或家属去就医 那不是台北市呢 各县市都有毒品防治中心 就是毒品防治中心 而不是去报警之类的 就孩子就直接少年事件处理法 然后他就会觉得 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用一次用两次 然后就跟他在了 然后他就是被保护管束 去关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里头 各种大哥哥大姐姐 是连海洛因跟阿非他命都在用的 那你的孩子回来以后就变成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所以我们先前有帮忙过很多孩子 就是我们先前说 后来还考上大学 还当系学会会长这种 他们就是持续的治疗 父母持续的来 然后我们治疗好了之后 还在门诊 然后鼓励他完成学院 考上学校 建立自信 过去的事情当然就只有我们知道了 所以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方法 是跟成年人不一样的 那工程师你知道我甚至幻想过 我去举报儿子吸毒 然后他恨我一辈子的事 这种故事我们看很多 对啊 你看我有很认真在看 我很认真在想着那个毒品入侵 他现在才二年级 三四年级的男生已经行为很偏差 已经让人讨厌了 不过我觉得这种包装成糖果 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有点难 就是搞不好他可能 比方说要头 他可能就先广发这样子 给班长 让班长发给同学 我们来办个生日会 然后开始发小熊乱党这样子 我幻想的情境其实是这样 我这里要澄清一下 借由这个节目澄清一下 就是说大家都想象说 这些新兴毒品 或者是QQ糖 吃了一次之后就会 哦好棒 下次哪里买就立刻上瘾 可是上了一百个孩子里头 可能只有不到五个小孩 真的试了一次会上瘾 那这五个小孩是哪些人 他们又回去一直用呢 寂寞的人 忧郁 现实生活被忽略 他们需要靠这些东西来逃避一些 现实生活的困扰 爸妈离婚 回家就会阿嬷打巴掌 为什么打他不知道 心情不好就打他出气 那后来我的那个小朋友 就一直喝咖啡包 一直喝咖啡包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喝完 他就可以忘记这些痛苦 所以其实蛮多都是这样的孩子 譬如说像眼前摆一个 跟你说免费送你 我就说我不想吃 对嘛 我们就是过的健康快乐 我有钱要去买别的 看电影吃东西 我才不要用这个 这是一般身心健康的人的选择 所以并不是大家想象说 成瘾性那么强 用一次 然后人生就被他控制 因为他没那么纯 对 也是 因为两百五十块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不是好东西 如果两百五十块 就能吸到好多 大家何必要 也不是什么很高贵的毒品 做那些做检犯科士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他成瘾性没有那么强 但是最后会持续上瘾的 就是我说需要温暖 需要连结的那些孩子 因为我担心的点 是因为我们都不准 我大儿子吃零食 所以他对零食的渴望很重 因为他过敏 所以我们不让他吃零食 你看他找到这个连结了 对 我们最近就发现了 他对零食的渴望很重 所以我就会很担心说 有人给他吃糖 他就吃怎么办 所以其实还好 就是应该说说家庭 其实是对小孩来说 还是一个强大的后盾 就是应该要有家庭的功能 要关心他这样吗 我如果偷渡一提 我希望不要引起这个工程师 跟我们主持人的纷争 就我们这里也在看 那个3C成瘾的小孩 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讲 就是说所有的孩子的瘾 其实都爸妈会让孩子 弄到某个程度失控 都来自于爸妈跟孩子的连结 其实是有切断 所以孩子就会去一直寻求 电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可是爸妈看到的就是电玩 就是你的敌人 要戒掉他 可是却忽略说这个过程 其实是在连结的过程中 慢慢地失去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最后选择了电玩 而不是来跟爸妈妈 很开心地聊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或得什么奖 或者是我今天班上 有个多好笑的人 可是我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电玩很好玩 就算我要跟他讲话 他不见得想要跟我讲话 如果旁边有电洞打开的话 我同意 但是我说那是比例问题 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心理社会需求 他还是会有一定比例的亲情连结 但是我临床上看到那个3C成影 非常严重的 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连结断裂这件事情 反正你要多关心小孩 那最后陈医师 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意外的也好 或者是变好的也好 我有个单亲妈妈的孩子 在菜市场的 那个孩子是十几岁的女生 然后他一开始就暗恋学长 那学长身边有些坏朋友 倒不是学长是坏朋友 然后就给他试了 我刚刚说那种可爱的咖啡包 就是都上面都bling bling的 少女喜欢的东西 那他用了以后就很舒服啊 然后接着他也没钱啊 因为妈妈在菜市场啊 也没有给他多少钱 那所以他后来就上瘾这样子 那后来妈妈是在很意外的机会 我也蛮佩服的 但今妈妈毅力惊人 他也没有保际 他能够找到我们 然后就持续的来我们这边治疗 治疗到好 那现在孩子的状况也很好 然后学业也很好 就完全变一个人 学长最后都没有戏份了吗 对 那个学长的角色 就只有他身边的朋友 学长的角色被咖啡包起来了 是的 对 只有他身边的坏朋友这样 对 但是真的这个孩子 一开始是为了那个学长很帅 那他连他很久 那他妈妈是怎么发现的 他妈妈发现他没有去补习 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状况 要关心孩子的生活 他如果说他去补习 就说今天老师教了什么 补习班要什么同学 可是妈妈是担心妈妈的餐食场 所以我才说有些时候蛮弱实的 就是我们如果有办法的话 要多关心孩子的生活 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想说都要逼他吐出几个字 这样吗 就是你发现孩子已经完全不想跟你讲话的时候 其实内心要有一些惊心 说他完全什么都 跟我什么话都没得讲 我以为比如说五年级以上的男生 然后国中以上的女生 就不太会跟父母讲话了 这不是很自然的现象吗 对 我的小孩也还小学 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三年后我们再见面 看看我们的小孩跟我们 他们虽然不跟我们讲话 但也不见得有用 他们都是不想跟我们讲话 是不是 或者纯粹我变成讨人烟 那明明是最后一题 但我还是想要问 因为张太也很想知道 他说如果喝酒的问题 他说酒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引头 是啊 我先生近年来也比较爱喝酒 怎么样叫做有酒瘾 我举例来讲 不喝不能睡 标准的 那没有那么严重 对 大部分的人没有 那如果特别喜欢喝酒也还好 他如果挺酒 还是生活照常 工作照常 就是所有的社会 心理身体反应都正常 都好 比如说他不喝手就抖 这不行吗 不喝就不能睡 这不行吗 有人会不喝酒手抖吗 对啊 我不知道 你的手现在就在抖 我拼命压住我的手 我举例哦 以前我小时候 我们外科教授都超会喝的 这个全台湾都知道吧 外科都拿沙利啊 每天在table上切东切西 所以每个都很会喝酒 每个都是你知道很豪迈 真的没有全台湾都知道这件事哦 糟糕 我泄露了什么异界的秘密 不过anyway 当时就会有老师 他真的是要喝酒手才不会抖 这样就是有问题 对 还好老师有接受治疗这样子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有三天 都很想喝酒 这也不算有酒 一个礼拜三天 其实是有点多啦 那你要想 对对对 其实其实严格说是有 大家要问自己的话 简单的说就是说 你一个礼拜都不喝 你会不会想要追酒 会不会喝了以后觉得 比较不焦虑 比较放松 会不会觉得喝了以后 比较好睡 以至于常常要喝酒才能睡 所以不要用量来安慰自己 我常常有病人 每天喝两瓶啤酒 他就会安慰自己 对 他就安慰自己做这样还好 可是没有还好 因为我后来就跟他说 那你下礼拜回诊 你从今天到下礼拜二看到我 你一口酒都不要喝 做不做得到 他说没有问题 可是有人会 结果就 结果就 就是有问题啊 结果就瘦了 因为没有喝就瘦了 有人会因为一天喝两瓶啤酒 去就医 他当然是为了 如果心情不好 为什么来看我 但是他完全不觉得 每天喝两瓶啤酒 他觉得他随时可以停 那我说 那没关系 我尊重你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可是果然他没有办法停啊 他所谓的两瓶 就是安慰自己 实际上是二到四瓶 实际上是不喝不能睡 大概是这样子 你想说什么 因为我想说 日本人不是吃饭 都会喝一杯深啤酒吗 那个量还好 我的意思是说 不喝不能睡 不喝不能睡 那不能喊停就停 譬如说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说 我一个礼拜不喝酒 其实做不到 不是说可以停吗 这个是个问题 你觉得喝酒是一件快乐的事 跟你不喝酒 就没有办法睡着 是两回事 对 你生活没有他不行 这个是一个指标 那我就放心了 那谢谢医生的分享 那最后呢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 叫做比有青红灯 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 他说平常没跟公婆同住 婆婆平常对我也很好 但婆婆很坚持 防止要买我老公的名字 这让我有点困扰 曾经我们夫妻两看了中古屋 在斡旋前 婆婆就坚持要买我老公的名字 她说夫妻共同持有也不行 但头七款都是我娘家长辈斗内的 老公问婆婆 为什么非要买老公的名字呢 婆婆反问 那为什么非要坚持 夫妻共同持有呢 于是婆婆就很伤心 觉得儿子结婚后 都不听她的话 买中古屋这件事 最后不了了之 最后呢 我们在去年下了预售屋 婆婆也问起买谁的名字 老公善意的谎言 说是买她自己的 所有权这件事又会被婆婆提起 我也不是非要房子的所有权是买我的 但我又很怕 房子买老公的名字之后 会耳根软被婆婆动摇 拿去借贷 另一方面呢 娘家长辈斗内的头七款 如果连共同持有也不行 我又觉得对长辈很难交代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什么好建议呢 谢谢 她是普普 可是你娘家长辈付了 为什么一定要老公名字 这有点怪吧 对啊 这个婆婆有点 奇怪 而且我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 就算是夫妻 就算是买先生的名字好了 其实离婚的 结婚之中的财产也是两个人得分啊 不是吗 我是不小心 因为从精神科医师 然后到认识很多检察官 因为我是台北市毒品防治中心的主任 然后到后来慢慢了解一些法律问题 简单的说 她如果有证据 说这个钱是她的 透气款是他们出的 婚后就算是登记其中一方的名字 也是共同 就是其实卖掉还是共同持有啦 所以登记谁的名字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大家都为了这个炒翻天 其实那个不重要 那是Kimoji的问题 我印象中也是登记谁的名字 这件事情并不那么重要 可是比较烦的是 她说被婆婆拿去借贷 她婆婆万一去抵押贷款 所以你的意思说 如果是写共同持有 那她要拿去贷款 就要两个人签名 但是如果是其中一个人持有 就不需要 如果房子是买先生的名字 然后婆婆要用她儿子 她就说 儿子你来帮我签个名 她就至少不用媳妇去签名 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 但是吧 其实她这个事情问题出在说 她老公为什么不出来 跟她婆婆做一个 一个成人的 你成家立业的 那个一个界限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至于她前面的问题 我们刚讨论过嘛 后面那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房子 不管是他们两个的名字 还是她老公的名字 今天她婆婆说 她要抵押这个房子的时候 她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家里 有没有那样子的能量 去说不要 看起来就是她老公没有 然后她要自己出来喊 所以她很痛苦 因为她会变成那个黑料的媳妇 没错 对 她之后开始 吸毒 一直喝咖啡 因为家里先生 你要给先生听这一集 如果先生长期的 让太太处于这种状况下 他就会觉得孤立无缘 又失去恋结了 还去小学校园买咖啡包 多没出息 因为贵的也买不起 这样不行 因为其实他是怕 妈妈拿去借钱 我觉得这就很有道理 因为理论上来说 婚后的都是两个人的一份 我的意思是说 她妈妈要拿去借钱 也是得要 这个很迂回 没有如果只买你的名字 如果我们俩一起买房子 只卖你的名字 你妈要借钱 她只要跟你说 儿子啊 来帮我签个名 怎么可能 因为那个房 因为那个房契是 你的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他是要拿你的房契去带 那个我觉得有点难度 可是总比 因为我的意思说 贷款人 是要持有那房契人 而不是持有那房契人的 妈妈 我爸爸 可是妈妈可以鼓吹 儿子去 儿子就会去了 可是如果今天 媳妇也有份 我就会说不要 为什么你要帮你妈 我觉得要查一下法律 因为我觉得可能 还是要夫妻签名 对 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 这个观众的问题 不是在于房子 是两个人的名字 还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的问题是说 他在家里的角色 他有没有那个能量 去拒绝 今天就算是两个人的名字 他老公回来跟你说 妈要借钱 你要签名 他有没有那个本事 去say no 搞不好也没有 对 没错 搞不好也是投诉到这里来 医生你说到重点 那你觉得怎么办 要是你会怎么办 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说 要想办法 不是自己一个人出来做 唯一的黑洋 唯一的坏人 要把老公拉来 给你同一个阵线 要告诉老公说 为什么这样做 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是好的 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 要这个在金钱上 划出一些界限 这个是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 比较不建议 但是很多人用过 叫直接黑啊 就是直接跟婆婆吵架 跟婆婆翻点 不是吵架 其实就是温和而坚定的说 这个我们没办法 其实温和而坚定 永远比吵架好 没错 那种情绪语言 其实只会让你婆婆 更有借口说 你看我娶了一个 我家进了一个销行部 可是当你永远 温和而优雅的说 妈 抱歉 我们这个真的没办法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财务规划 他来十次 你讲十次 那永远要这么优雅 这个事情大概就结束了 没错 其实我跟我 我家进了一个温和又建议 消息 我拒绝我婆婆说 我也都是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的拒绝他 我不是说这一类的大事 可是通常比如说 他做了什么安排 我想要拒绝的话 我多么会很有礼貌的拒绝他 我不想不要吧 讲理 其实没有关系 我临床上看好多这样的媳妇 年纪常常都跟我差不多 那我觉得 哇他们真的是 一直以为说这一次吞人 下次就没有 没有这件事 结果反复的人生一直是来 比如说 那过年我们就这样安排 你今年先不要回娘家 为了这样的事情 就回门诊家要 那我想说 这不是跟上次的事情 为什么你临床上 不停的在重复 临床上还可以解决婆媳问题 没有 我是精神科医师 我是毒品防治中心主任 但是我是精神科医师 所以我有一排门诊 全部都是就一般人 媳妇 对对对 媳妇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发现说 他们的人生一直在反复 问我同一个问题 就像他们会来问您的一样 可是那个问题 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其实核心的就是说 他在这个家的动力学 就是他是唯一的黑羊 他的先生没有挺他 然后就变成 他婆婆提了很多东西 他都随时处在 要不要翻脸的状况 所以他才会来问 总之呢 温和坚定的 那个拒绝婆婆 然后希望先生 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好不好 那最后呢 根据统计吸毒的人 再犯率高达八成 那我们在新闻上呢 也看到有些艺人吸毒 艺人明明就吸毒 被抓到 还会一犯再犯 所以呢 关于吸毒 最有效的反毒方法 就是在孩子 还没有接触毒品之前 就有能耐说不 那从一些案例呢 还有今天医生的分享呢 我们知道 就是其实多陪小孩 让那个家庭的防护网 很坚定 不要老师 不理小孩子 相信呢 这件事情 你做到这件事情 你就应该已经成功了大半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 陈医师来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还有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 那你好 我是詹音小红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请下来关注 和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 我们的币有请用 都除了我以外 还可能有来宾 为大家解决人生的大小疑惑 那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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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